上個星期,我出了一條有關Kimi Raikkonen 拉高輪的F1生涯的影片 當我們在蓋探一位半我們成長的車手 會在今年年底離開賽場的時候 在上個星期五,即是我出片的同一天 又有一位老將宣布會在年底退役 不同的是,這一位老將比Kimi還要老17年 開始鬥車的時候,可能大部分觀眾,包括我自己,都未出生 在世界車壇辭請超過30年 這一位現年59歲的車手 是現時FIA的世界錦標賽中年紀最大的世界冠軍 也曾經在各大房車比賽獲得過冠軍 但他在職業生涯的初期,其實也曾經參加過F1的比賽 更加擁有一個不明語的紀錄 但當了解更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是一位化腐朽為神奇的車手 今集,我們就來看看這位房車界的傳奇車手 Gabrielita Kini,泰基尼的賽車生涯啦 開始之前要多謝這次影片贊助,德國Emma藏玉 Emma藏玉是100%歐洲製造 不同有一些沒有標明原產地的掛名外國品牌 而且還提供100萬試睡 不合睡的話,100天內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全額退款 Emma憑著德國的技術,贏得30個國際獎項,質素有保證 而且正日落單,最快第二天就送到 現在用我的優惠碼,還可以有額外的折扣 大家就記住去Emma官網選購啦 在這裡再次多謝Emma藏玉的贊助 開始之前再做多個宣傳 這個頻道主要會講述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趣聞、故事和相關資訊 如果有很多好看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還有按旁邊的鈴鐺才看 公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Gabriali Takkini 太基尼 出生於1962年3月2日 沒錯,你沒聽錯,是1962年 翻查資料當年跟他童年出生車手 最著名的應該是Carlos Sainz 不是兒子,是老爸 他還要小泰基尼過幾月 這樣大家就應該有個概念 泰基尼是哪一個年代車手 他跟大部分車手一樣,都是以F1為目標的 在1980年代,他都已經在參加F3、F3000等等的比賽 也都有在利曼出賽過一次 但其實成績都不算很突出 如果換轉是今時今日,就肯定不能上F1 不過幸好當時的F1就有很多位置 不少等錢花的藥女,都會願意給機會那些有緣份的車手 因此泰基尼就在1987年第二站 聖馬力諾站首次出戰F1 當時他駕駛的OZELLA賽車 是全場最慢的車之一 泰基尼也不負眾望,排位賽包尾 更加是比排頭位的Sena慢了17秒 不過由於這場比賽NelsonPK不期發生意外 受傷不能出賽 因此泰基尼就可以以最後一名,即是第26位參賽 雖然都是因為基建問題而退出 但也總算能夠第一次上場 不過他下次再有機會鬥F1,就要等到1988年 這次他效力之前我也有介紹過 一刻會變成Andrea Moda的Coloni車隊 這次他又鬥全季比賽 不過都是一分都沒有 更加有8場比賽 是未能prequalify或qualify的 去到1989年,他就轉頭first車隊 不過由於這部車,未能夠通過撞擊測試 因此車隊未出賽就已經結束 車架結果就給了一個叫Ernesto Vita的人 話說泰基尼真的跟這些經典車隊幾有緣 不過泰基尼很快就找到新車隊 加入法國的AGS車隊 火拍日後同樣都是仿車賽傳奇的車手 Spoking Joe Winklehawk 溫高雄 不過他就慘一點,參加7場比賽 全部都未能prequalify 反而泰基尼就可以連續多場比賽 開出戰爭賽 更加成功在墨西哥站 拿到第6名,得到1分 同年在魔納哥原本他都有機會得分 可惜在比賽後段出問題才要退出 那場比賽也是泰基尼個人認為的代表作 可惜在下半季以至之後的1990和91年賽季 AGS車隊的賽車都比以前更加不行 泰基尼在大部分的比賽 不是DNQ就是DNPQ 你看看他的wikipage這樣的滿光紅就知道了 不過他都可以間中將毫無戰力的車帶到星期日的正賽 泰基尼最後一年參加全季比賽是1992年 這一年他效力4Metal車隊 其實這部車是有些實力的 泰基尼這一年每一場比賽都可以成功qualify 而且是可以穩定地排在中游位置 其中一兩場泰基尼更加可以排在褪色勁女Lotus連花車隊 甚至在一部法拉里的前面 可惜這支車隊最終都是因為沒有錢而倒閉 泰基尼的F1夢也除之而逝 不過他都可以在三年之後又最後一次出場機會 在1995年年尾 由於正選車手片山有驚受傷 泰利爾車隊就決定給試車手泰基尼代班 出戰在Nurberrain舉行的歐洲站比賽 早已經轉戰房車賽的泰基尼當然成績不會太好 但總算都不用墊底 結果以落後頭車六圈的成績完成 他參加F178場只有38次可以在星期日的正賽出場 總共40次未能qualify 包括25次未能prequalify 是歷年最多未能qualifyDNQ的車手 由於可見的將來 F1都應該不會有超過26部車 很少機會會出現車手DNQ 因此泰基尼的這個紀錄應該都很難破 然而當你了解他效力的是什麼車隊 那部車有多不行的話 你反而就會驚嘆他究竟是怎樣化腐瘤為神奇的呢 當然F1絕對不是他發光發亮的地方 F1夢碎的他又是怎樣成為世界頂級的車手呢 1993年在F1後面打滾多年之後 泰基尼決定轉戰房車賽 當年Alpha的廠隊邀請他加入 先參加意大利超級房車賽 首年參賽就已經得到貴軍 僅次於兩個超級高手 Rabaglia 華域基尼和Giovanadi 祖雲拿迪 1994年他轉戰VTCC英國房車賽 就是他真正發光的時刻 當然你可能會問他只是參加一個國家級的房車賽 水平應該不是很高 但當時的BTCC真的跟現在很不同 有很多大廠派廠隊參與之外 更加有不少高手參賽 有之前說過的溫高雄 又有贏過澳門F3的Ridell、韋迪爾 英國本土又有Steve Sopar、Soul Park Tim Harvey、夏菲等等的選手 令比賽競爭性極高 如果能夠在這群高手裡面勝出 絕對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那麼太基尼當年就駕駛α155 頭五場比賽全勝 全季贏了8個回合 令他以統治者的模式贏得總冠軍 當然啦 他當年最著名的應該就是這個場面 Hello! Oh! Off! It's Tarquini 但是他贏得這麼輕鬆 當然當中是有爭議性的啦 事關當年房車界最流行的Class 2例 原意就是想讓更多的車廠 以較便宜的改裝去參與世界各地的房車賽 Class 2例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是有很多車廠 以他們的2000cc房車參賽 外形也真的跟街版差不多 感覺挺原裝的 但是Alfa Romeo當時又看中了一個漏洞 當時的條例是要有2500部同款的街版車出產 車廠才可以用距離做荷物location參加比賽 賽車的外形要跟原裝的差不多 不可以隨便加裝空氣動力部件 例如這些型號 但是Alfa當年做了2500部155 Silverstone版 原裝車已經有大尾翼、大Splitter 然後再放上賽車當中 令到這部車在Arrow上有很大的優勢 也是為何太基尼可以在季初贏五戰 季中當然各支車隊都抗議 Toker 即是BTCC的主辦者 當時是曾經直接DQ了所有Alfa成績 而Alfa就以罷賽作為抗議 結果出現了一個折衷方案 成績就保持 但是Alfa的翼之後就要修練少少 因此去到季尾他們的成績才沒有那麼好 不過都無阻太基來奪冠 之後由於各地的賽會都放寬加翼加Splitter的規則 同時把荷物location的車數增加到25000部 才令到Alfa的優勢消失 但就令到全部車都有大尾翼、大Splitter 很帥氣,不過就令參賽成本增加了很多 當時有報導指BTCC的大廠 年度預算比一些F1車隊更高 那麼高昂的參賽成本自然就開始令車廠卻步 經過90年代中後期的黃金年代之後 各大車廠就開始退出 Class2或Super Touring例在2000年代手中證審 因此太基尼都算間接參與殺死這個房車賽例的人 在1994年之後太基尼都有參加DTM 不過之後就轉到Honda 一直效力到2001年 由於成績不算理想 因此他在2002年沒有參加全季比賽 只有幾次客串出場 包括在季尾鬥澳門東亡羊大賽 我亦在當時起是知道有這位車手 那太基尼當時也有首次萌生退休的念頭 不過在2003年他重返Alfa Romeo 參加WTCC世界房車錦標賽前身 ETCC歐洲房車錦標賽 那當時相信他都不會知道 他的黃金年代原來這一刻才開始 2003年的ETCC已經轉用S2000 理論上是成本更低的新禮 太基尼和Alfa Romeo就在這個時候重振洪峰 在2003年擊敗約克梅拿 派奧勒連尼等等的世界級高手 成為歐洲總冠軍 之後那年雖然輸了 但也只是僅僅輸給BMW的派奧 2005年ETCC升格成為WTCC 太基尼當然也跟Alfa一起出戰 不過再次輸了給寶馬 2006年Alfa開始減少參與 Polo在之後一年離開 因此太基尼就轉投CX 最初幾年都不是太突出 但當CX轉用TDI柴油窩輪引擎之後 成績就開始上來了 2008年太基尼獲得總亞軍 只是輸了給隊友伊雲梅拿 2009年他憑著更穩定的表現 加上三場的勝仗 終於在最終站澳門東莫陽大賽之後 首次在WTCC瘋狂 當時他247歲266日 打破FIA世界錦標賽 由Fangio保持的最老世界冠軍紀錄 真是一大成就 我還記得當時他慶祝那個畫面 以及TVB的評述員好像不知道 在正賽排第五的他在慶祝什麼 在2009年之後 由於CX廠隊退出 加上Chevrolet的火星車來到 令到太基尼都沒辦法遺免冠軍 更加連續幾年都被伊雲梅拿 喉夫等等贏冠軍 太基尼在2013年回歸Honda 為了一支新參賽的廠隊開放 成績都不錯 但可惜都是輸了給伊雲梅拿 之後幾年WTCC轉用TC-1例 但太基尼和Honda 那幾年都真的不夠先進來 因此都是火粒無收 一直到2018年 WTCC終於因為TC-1太貴 又沒有廠參與 轉用車廠不能直接參與的TCR例 由於沒有車廠參與 因此WTCC就變成WTCR 由世界錦標賽降格成為世界盃 不過又再經歷一次 新例的太基尼都還在參與 更加主力發展Honda 現代的i30M賽車 今次的開放真的有回報 2018年的首屆WTCR 他再次在美站澳門站之後 確認成為世界冠軍 當時他已經56歲 再次打破紀錄 話說他雖然在澳門慶祝過兩次世界冠軍 但其實他從來沒試過在澳門贏任何回合 這個也是現代參加賽車以來的首個世界冠軍 之後幾年他繼續駕駛i30N 去到今年的WTCR再轉用Atlantra N 在西班牙站又獲得分散冠軍 以59歲之靈成為最老的分散冠軍 但再封來的刀都有生手一天 太基尼在獲得這次冠軍之後 就決定在年底退休 結束他近40年的職業生涯 歷年來他經歷過房車賽多次的改例 但只要給他一個好車 就算是年過半百 他都一定交到貨給你 雖然比賽成績未必是最穩定的 但他一定可以在前列完成 坦白說 我不算很熟悉他 以前看WTCR的時候都很少支持他 但我每次一見到他的年紀 我真的會對他縮然起勁 59歲 雖然房車賽車手通常年紀大些 但去到年紀這麼大 他都還有體能精力應付到 雖然房車賽速度慢一點 但更加多埋身肉搏 撞車意外肯定多了 老人家竟然都熬到 更加是參加巡迴賽周圍悲 真是不簡單 話說這位老將在我認識他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老將 想不到他會去到今時今日才退下來 有一段時間見到太基尼 就等於是有世界級的房車賽 如今正值房車賽衰落 這位巨人也退下來了 又再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真是有點唏噓 希望他之後都會再有一位房車賽的新星 將房車賽重新帶往當年的輝煌 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其實房車賽我真的不算很熟 但真的很想說一下這位老人家 因此就算題目不算是最受歡迎 都要試下做 希望大家都喜歡幫忙CLS一下 另外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對這位車手的印象 亦都可以說一下你最喜歡的房車賽賽事 之後一個星期就是澳門大賽車 我也會做一集相關節目 大家記住留意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按讚和分享三連 再按鈴鐺唱先看 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VV 最後如果想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加入會員 也可以用Super Thank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 我們下條片見 K s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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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yan K